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污染物的资料可以与大家讨论 不过我说这些东西就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的资料搜集是做得很终的 只会有爆料说不及 而且每次说15分钟的字 但每次都找多的 一定多的 现在关于暗黑物质 我想都是长期一个困扰 找到还是找不到 但最近应该有些新料出来的 其实很有趣 我看到有很多听众对基础粒子物理和暗黑物质 很有兴趣 但又要很简介一下 其实我们虽然以前说过很多暗物质的研究 但具体上什么是暗物质 我们现在都未知 而为何我们需要有地球上好地地 我们看到周围的万物 都是由元素周期表的东西形成的 为何我们又要想一样东西 做得这么辛苦 其实主要是由天文学的结果研究来的 而是最简单 我们观察一些银河是旋转 我们无法理解银河 不止一个 是好几个银河的外围 为何可以转得比较快 你预计就是入面转得最快 外面的慢慢跟 一路就好像你… 一个离心力的问题 等于你自己将一些很稠的东西混在一起 你只要搅拌在中间里搅拌 那外围的东西都会移动 但就跟得很慢 中间转得很快 外面转得很慢 但我们观察到很多银河 就是我们不能理解 为何外面的东西都可以跟得比较快去转 一定有一个比较古怪的物质分布在背后 而那些物质 有一些就是我们看到数得到 但我们数得到的那些 不足够令到我们解释整件事 为何这样发生 所以我们在那些 尤其是天文物理学 尤其是对于银河旋转的研究来说 就会很多时需要引入 要有一个假设 就是有一些 我们超出我们的认知以外 我们目前地球没有实验去找得到 但它应该要是存在 而且是以一个万有引力的形式 来和其他物质有相互作用的那些暗的物质 叫做暗 它不发光 因为它不参与任何的电池作用 它只是参与重力作用 所以它是没有光发出来的 它是暗的 究竟这些暗物质是由什麽去组成的呢 我们认识的 在粒子加速器找到的粒子 似乎都没有办法有效地去解释 所以你看到粒子加速器实验 为什麽要做到越来越大 能量级越来越高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时有些理论推测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能量级数很高 它很稀有 但是它的能量 整个质量 整个质量 整个质量都很高 然后就是说它基本上 没有什麽其他相互作用 它是存在 但我们未找到 我们的粒子加速器能量 未能够高的地步 可以产生它 但是如果它存在 它可能在宇宙很多 而且它每一粒都特别重 然后它也不会参与电池作用 有人说这些理论上 可以出现 但找不到的 在超出了粒子模型以外的物质 很可能是暗物质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一直主流理论说的 为什么今天又要拿这件事出来说呢 当然是有原因 其实很有趣 这是由香港大学有好几位学者 去积极参与的一个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因为它也发表在非常重要的研究期刊 当然这个研究 不仅是由香港大学有份参与的 是一个国际性跨团队合作 当然也是跨美国 在那边 他们又发表了一个 对于天文观测的观测结果 去尝试去拗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暗物质很可能 不是我们想像之中 那种叫做超重 而又不是很和周围有相互作用的物质 我们有个代号 叫WIMP Weakly Interacting Massive Particles 即是那些 相互作用很弱 但实际上它每一粒质量非常重的 那些未发现的粒子 我们一直就认为 这些叫WIMP的东西 就是物质的本质 整个粒子物理 整个主流 也有个理论去尝试去支持 但我们实验上未找到 因为如果找到 我觉得也是一个 諾貝尔奖级数的研究 它一次个帮我们完整整个粒子的理论之余 甚至还帮我们了解很多 在天文物理中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很多主流就觉得 这些WIMP 我们就集中去找它 只要我们找得到 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研究那些天文物理 或粒子物理的人 如果喜欢研究暗物质 便会把这些WIMP全放在 但另外有一端 我记得我们很久以前的科学新知有说过 亦有人想到 我们的实验器材 除了能够量到一些比较重的粒子 和比较轻的粒子之外 超重的我们未够量到 因为需要粒子加速器的能量级数很高 但其实有些是超轻的 我们也认不到 为何认不到 他认不到原因就是 你要找什么尝试和它相互作用 等于说 我这个表面明明很粗 不,但我摸得很滑 为何? 我的手本身太粗了 我的手指或神经线之间的距离 基本上感觉不到 材料给我的质感差异 所以很视乎 你本身自己认识的仪器 足不足够去认识 这么灵敏这么小的东西 粒子加速器要认识重的东西 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你的能量级够大 就可以提升上去 但实际上 很难提升得很厉害 所以为什么粒子加速器 这么浪费电状 好像结果又不是太多 因为你要再提升它的能量级数很大 但另一方面你怎样去想一件事很灵敏 可以摸到一些 我在说一些叫做十个电子服以下的 那些这样的物质 不要忘记 以我们了解到 一些已经是很轻的物质 譬如电子 我们最耳熟能长 可能中学都会读的电子 它是0.5个MEV 即使用人话来说 就是50万个电子服 那么电子才是50万个电子服 但现在我们希望是计算 有什么东西 其实是20个电子服 10个电子服 即比起电子本身 拥有的质量是轻 轻成万倍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未有其数去计算 那些在理论上可否出现 是可以的 而且有个名字叫Axion 我们就问了 你们有没有办法去计算 计算Axion 当然现在有实验尝试做这件事 我们上次有一次很详细 科学生说暗物质 就是说这些超轻物质 用超轻物质的进路 去解释暗物质的存在 好了 这次你们研究说什么呢 原来他们这个研究小组 透过研究那些太空望远镜的数据 太空望远镜 你拍出来的照片有点有趣的 整个弧形都拍出来的 那些弧形叫什么 叫Einstein Rain 就是由重力透镜作用 来将一些行星的影像 当这个星的影像 经历了一些很重的物质之后 它扭曲了 有时扭曲得很漂亮 就是一个圆形 就是Einstein Rain 我们当初介绍 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 第一批照片 我就说了 看到很多Einstein Rain 已经有很多重力透镜现象 重力透镜现象的原因 来自物质 它可以来自明刀明枪的发光物质 亦可以来自暗物质 所以我们就会说 由天文望远镜 其实多多少少 可以帮我们间接证实 有没有暗物质存在 当然 就这样看一幅照片 我们都说不到究竟有没有暗物质 我们就很多时候 要用那个写程式去估计它 如果在这个星体 我知道它应该是这么重的 照计它应该还有一堆暗物质 才能够帮我构成这个Einstein Rain 在这里来说 我们已经有个估计 就是它应该要有多少的暗物质 好了 具体上 那个暗物质是由什么构成呢 在他们这个研究小组 想到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来做过数据分析 和电算模拟 由两方面去认证 如果我有一个模型 就是说 这些暗物质 主要由WIM 那些很重的未知粒子去组成的话 它照计就会给出一个 如似 即是可能某个形状的Einstein Rain 那个影像就会类似是这样的 那些统计数据 但是在另一个模型里面 就假设 如果我这堆暗物质 是由一些超轻的Axion 组成的话 那就会出到另一种pattern 现在就是说 我将其他条件都一致了 然后我一个就假设 这些暗物质是由WIM 组成 另一个就是 暗物质是由Axion 组成 现在发觉很有趣 这个研究小组 先给出一个结果 说 照计似乎 你假设这些暗物质是Axion 即是超轻的粒子的话 它更能够解释到 我们看到的Einstein Rain 为什么会这样 即是更能够有效合理 更加仔细地解释到 我们看到的重力透镜的现象 这个研究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是首次 第一次透过实际观测数据 再加上电算模拟 去给出第一个方法 去帮我们尝试 有没有透过一些可以观测的东西 来分别究竟暗物质是WIM 还是Axion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特地这么主力地说这些地方 就是因为整个研究方向 大家都猜 应该是超重物质形成这些暗物质 即是超重粒子形成暗物质 但是似乎我们现在 一些比较实证 是证明到似乎 可能是一些超轻的东西 去形成的暗物质 才能够解释到我们的观测 所以我觉得 虽然我们还未找到什么是暗物质 但对于暗物质的可能性 而我们似乎靠近一步 而且又开始有一个 一些比较科学化的方法 来迈向答案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所以也是非常欣赏整个研究小组 他们能够给出这样的结果 但就是三样东西 暗物质 Wimps 和Action 我们现在全部都不肯定有 是 三样东西都不肯定有 但Einstein Ring肯定有 即是外印斯坦华 而且我们都很清楚 如果有暗物质 Einstein Ring一定可以告诉我们 那它的透镜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说得简单 你看到Einstein Ring中间有一个星 星本身有质量 在这个星后面应该是有第二颗星的 它发出来的光 原本直线过来 就照计被这颗星遮住了 但现在就因为那颗 但它有些向外周围发散的光 就被它这个行星引力咬回来聚焦 令到我们看到这个环的现象 可能有些还聚焦过头 令到我们出来不是看到一点 只能看到整个环整个圈 这就是重力透镜的现象 重力将光扭曲了之后 令出来屈光 就像我们戴眼镜 我们的显微镜 我们的望远镜 我们的望远镜 它将光发散了 聚焦回来屈光 令到我们看到这样的影像 这是广而相对论被证明的其中一个例子 很重要的 因为有其他引力理论 没有办法预测到这样的事发生 如果综合来说 如果证明这件事 例如粒子那里 我们是否主要靠现在的对撞器 才能做到 是的 而且需要能量级数越来越高的对撞器 但我觉得有些也不可以遗忘 有没有其他粒子研究装置 是专门研究一些超轻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一直留意比较少 研究是有的 但真的不太流行 但你这么说 我觉得是重要的 亦都加上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认识也不够多 因为我一直看这些东西 我经常看主流的东西 但是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我们要补充 其实有很多其他理论 去解释银楼系旋转速度的问题 但是这很有趣 就是它是结合了宇宙最大的尺度 用最小最微观的 即是宏观和微观之间 搭了一条桥梁 这就是绝对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做天文宇宙物理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大原因 它帮助你把两个极端的学问 竟然在这里找到一个连结 但如果现在做就算是宇宙学 其实你们也要看那些粒子理论 一定会看 你不可能不看的 即是这样说 以前就算 譬如我小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那个宇宙学研究中心 里面那些最基本的粒子物理 基本模型的东西 全部由这班宇宙学的教授 自己都会教授 但你都预认了你要做的 当然 如果你本身的大学 本身有自己很精锐的粒子物理研究团队 当然他们都会教授 而且你会发觉 那些地方 他们的天文研究 和粒子研究 就会同时轻盛 那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桥梁 去搭通两样东西 是的 我们很多题目都未讲得及 就没办法 当然下星期要做 不知道下星期还有没有新东西 下星期可能有些东西 有经常发生的 但不要紧 总之就是我们选择了 最有价值的题目 其实很久没有多谢听众 一直以来整个节目都会收到听众 无论在留言上的支持 还是实质上的支持 所以隔了太久没有多谢 都要继续说 非常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有交功课的 内容预备 以前做四节可能讲四样不同的事情 现在基本上可能一节已经讲了几样 托賴就是说近年的 我发觉今年年初 我自己找的资料搜集 我发觉也是随手可得了 因为直接反映到自己亲身的经验 就是我觉得 在航运上的发展 今年是非常多很美的结果 所以现在有人形容 你慢慢接近的所谓Singularity 很多东西的速度很快 而且问题是很多不同的项目 我们现在看到商户之间开始产生关系 是 这是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会见到一个人类的知识 的大跃进或甚至革命 譬如有些我们也不可能 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是 基因的编辑 我甚至说人工智能加基因编辑 再加大数据学习 每个星期都有新东西 多到说不及 而且我看到一个更夸张 我上网上YouTube 现在是卖广告 computa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给你网上读 是 教你如何用人工智能去认的蛋白质 我不是说 那是出诺贝尔奖的 人工智能认的蛋白质 不是 现在是给你网上读的 是 即是他开的classer 你可以暴读 那你够僵便暴读 是的 你就拿了这些人工智能的技巧 去帮你做科研 这件事直接令到学问加速 即是我终于感受到 如何令到学问加速了 即是你现在 你不一定要读大学的 如果你够 但问题是 当然你没有钱 你没有仪器 但从知识来说 你现在在网上都 我偷偷看到我都很害怕 现在大学的研究大师的作用 就是尽快将你带到最前线 其实科学新知也有少许的企图 是的 是的 好的 我们先说大学前线 但我们回到历史 我们下一节回来 就是科学回忆录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